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接着上一讲的话题 就是中共建政后总理系列的 关于华国锋总理的下一集 上一讲我们讲了华国锋 如何被毛泽东选拔到中央 指定为接班人 华国锋在毛泽东死后 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 在叶剑英、李先念这些老臣的辅佐下 是依赖了毛泽东的 最重要的亲密助手 汪东兴 八三四一部队的司令员 中央警卫局局长 中办主任这个大内总管的地位 帮助华国锋所谓评判了死人帮 把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 还有毛远新 在1976年10月6号的这一天 全部叫隔离审查 华国锋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到顺利的接班 并且完全掌控了中央最高层领导职务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华国锋迅速的被中央政治局认定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从职务上来讲 担任了党的主席 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就是党政军大权完全集中于华国锋一人之身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不久 一首歌唱华国锋的歌曲 焦成的山来 焦成的水 在他的家乡 山西省焦成县 开始传唱 那华国锋在掌握着这么大的权力之后 是如何去开展他自己的后来的政治生涯的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都知道 辅佐华国锋去把四人帮搞下来的叶剑英和李先念 他们不甘心仅仅是他们个人出来工作 他们关键是要把幕僚 把自己的班底 把自己的圈子 势力范围全部带出来啊 所以他们在华国锋 就说积极支持华国锋的同时 也不断地在给华国锋施加压力 要求把他们那一派的这些 曾经被毛泽东打倒的这些老一派的人 全部解放出来 所谓当时叫拨乱反正 所谓叫这个要搞大量的这个冤假错案平反吧 这个时候华国锋遇到的很多的工作 都是这方面的工作 从华国锋本人来讲 是不是这些人不愿意他们出来工作 那绝对不是 华国锋因为他准确地看出 他如果当时是选择跟江青张春桥王文文 他们这个所谓四人帮去合作的话呢 他的地位一定很惨 因为江青从来没把他华国锋放在眼里面 加上江青持有上方保健 就是有事情找江青 毛泽东这个临终祖父以后 江青越反有耻无恐 所以江青可以随时的牺牲华国锋 而且江青最关键是极不尊重华国锋 在各种重要场合 包括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这个下属下级人员在场的情况下 他们对他对华国锋都经常有羞武之言论 所以说华国锋忍不了江青这口气 更不愿意跟江青在一起以后 这个被江青他们呼来唤去当这个儿皇帝使唤 那么他依赖了叶剑营李先天这帮老臣 他认为这帮老臣是忠于毛泽东的 他可以在毛泽东的这个 这个遗嘱的政治接班人的这个名正言顺的接班的这个序列中 然后靠他执掌的党政军大权 他然后把所有他要的人马全部布局好了以后 是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去进行布局的 这是华国锋最初的政治想法 他是这么想的也希望这么做的 但是在最初的时候 华国锋肯定是坚持所谓两个凡事 因为所谓两个凡事就是正是毛泽东 他在选拔华国锋时候 他为什么要选拔一个比较老实比较木讷的华国锋 因为毛泽东最怕是有人来搞阴谋轨迹 最怕有人在毛泽东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 去否定掉毛泽东所谓有的历史攻击 把毛泽东甚至拉出来开关鞭尸挫骨扬灰 而华国锋这个人因为他老实 他只会按照我指定的路线你顺着做就是了 毛泽东这个人熟读历史上的各种帝王之术 他很清楚古代有很多帝王把自己的班交给自己儿女时候 有的儿女就像阿斗一样做个儿皇帝 只要就是有一些强臣辅佐 然后这个儿皇帝能够按照原来先帝的各种这个路线政治方针 继续去做就没什么问题 所以毛泽东是这样想的 但是历史并不像毛泽东所设计的那样去做 华国锋他坚持的所谓两个凡事马上就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在这个过程中向华国锋一直向华国锋基于华国锋的这个位置 而且向华国锋发起强烈政治冲击的一个很典型的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知道四人帮被粉碎的这个事情是非常早的 他在华国锋和叶剑营汪东英三个人解决了四人帮的第二天 他的女婿贺平就骑着自行车专门跑到他家里面告诉他 四人帮解决了邓小平感觉到机会来了 1976年10月7日下午邓小平的女婿贺平 赶到位于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邓家住所 报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邓小平全家无比兴奋 邓小平还特地向家人解释了厚重少闻及周博陈平的典故 说华国锋这个人好选对了 并感叹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他随即就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在这方面他无耻吹捧华国锋什么英明领袖华国锋 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四人帮 然后呢知青的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然后为我们党这个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党的事业 你延续十五到二十年的一个接班人 现在我可以放心了 这是邓小平的第一封信 他写出这封信以后他紧接着就提出他希望出来工作 那么邓小平希望出来工作的这个事情 叶建英是积极地推动的 李先念也是积极推动的 当时叶建英李先念作为粉碎四人帮里面有功之成 华国锋对他们是给面子的 但是华国锋一直是认为邓小平不是不可以出来工作 我也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 但是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是处于名正言顺 由党和国家在正式的大会上面明确的宣布他的职务 然后呢给他一个正确的政治结论以后再出来工作 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 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的出来 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 做好群众工作 吉利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建英 当时也有这样的考虑 他解释说 小平是要出来工作 不过要晚一点 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 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实际上粉碎四人帮后 华国锋着手做了一些细致的工作 为邓小平的付出创造条件 1976年底 华国锋在审阅1977年元旦社论时 亲自删掉了批邓的文字 到1977年第一季度过后 全国已经彻底没有批邓的口号了 华国锋在78年就派出了以国务院当时副总理叫古牧为团长的七八个部长组成的考察团 专门考察了西欧和这个叫什么美国几个这个世界上发达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在国务院多次开了关于这个叫务序会就提出了要建设深圳珠海汕头这下门几个经济特区 华国锋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首要倡导者 绝不是讲说邓小平设置的特区 邓小平是利用的特区 可以这样讲 在这一处华国锋绝对不是向外界对华国锋全面否定 说他根本就是只搞斗争 只搞毛泽东两个凡事 什么活也没干 这完全对华国锋的污蔑 实际上华国锋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期间 他是安排了副总理和安排了中央的几个部长 不断地考察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 看了他们各种经济发展和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各种 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各种经验 是制定了相当的中国全民的经济规划的 也积极倡导经济特区的设立 所以在这点上来讲 华国锋对中国就是推进经济推学科学发展 在1978年召开全国的科学大会 华国锋倡导开科学大会 那个郭沫若那个老不要脸的文人 他还写他又一次吹捧华国锋 因为大家知道郭沫若这个历史上 是谁掌权吹捧谁啊 对毛泽东吹捧 对这个蒋介石吹捧 刘少奇吹捧 邓小平吹捧 对江青吹捧 当江青粉碎以后 他写了大块人英治粉碎私人帮 这个华国锋当英明领袖以后 他马上又无耻地去吹捧华国锋 科学大会之后 他又写了一个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所以郭沫若这一声 就是反动无耻文人 最恶脸最无耻 和最最不要脸最恶心的一声 那么那么郭沫若我们不去说他 中国的文人像郭沫若这样的人太多了 华国锋 他在粉碎私人帮最初的几年 在他负责国务院总理的这个位置上 他绝对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设立中国经济特区 然后改革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 推行科学 这个全国倡导科学发展 同时在恢复中国的高考 选拔优秀的青年人才这方面 华国锋都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的 不能抹杀他这方面的攻击 但是邓小平要出来工作 邓小平要工作要首先要出来上台 上台以后邓小平有邓小平的谋略 那么华国锋在1977年的时候 就已经要求外面不要再提什么批邓 这么一说了反激又进犯案封 华国锋果断的先决定 不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开始批邓 同时华国锋在组织上为邓小平出山做准备 他也在多次的中央会议上面 对邓小平出来工作给了一些铺垫 1977年3月14日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都应当推倒 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但是要有步骤 要有一个过程 做到瓜熟地落水稻渠成 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 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 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正式做出决定 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这样做比较适当 瓜熟地落水稻渠成 并没有用太多的时间 1977年7月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 通过关于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 反党集团的决议 决定恢复邓小平 中共中央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被后世认为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 冠冕堂皇 讲了几句好听的话 什么我这么大年龄 还能再有党 给我出来工作的机会 我希望我自己有生之年 能为中国做一点贡献 讲得好像很好听 是要辅佐华国锋 是要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延续 实际上邓小平阴谋诡计 一肚子坏水 他自从恢复工作以后 他就对他自己 仅仅担任个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这个不能掌握 掌控国家大权 感觉到不满 他要怎么样 把最高权力搞到手的 邓小平 他开始 他的这个谋略 第一步 他准确地捕捉到了 当时南京大学 政治系的一个教授 叫胡复明 写的一篇文章 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看到了这篇文章 他首先布置了胡耀邦 让胡耀邦组织全国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那么胡耀邦 他拿着这篇文章 开始讨论时候 是不是胡耀邦自己 自作自画协论论论论起来 胡耀邦 他肯定要侵蚀华国锋 而华国锋 在胡耀邦 讨论这个真理标准时候 华国锋并没有给予打压 华国锋那时候 也知道 搞这个两个凡事 或者说 搞个人崇拜 吹捧的华国锋呢 他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搞过头 当然华国锋 他不反对别人 对他称为他英明领袖 但是华国锋不是一个刻意 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就是要别人神话他 搞个人崇拜他 然后华国锋就满足于别人崇拜 自己不干点正事 华国锋绝对是希望干点事的人 所以华国锋对胡耀邦提出 在全国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 他是支持的 这个在中央很多工作会议 和很多工作文件上都可以看到 那么但是真理标准的讨论 邓小平的目的就是从理论上 要否定两个凡事 因为两个凡事邓小平是一定要否定的 否定掉毛毛泽东的两个凡事 实际上就是把毛泽东过去 对邓小平他们这些老一辈人 所做的政治结论全部推翻打倒 1977年4月10日 邓小平致信华国锋 叶剑英和中共中央 提出了准确的 完整的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意见 5月24日 邓小平同王震邓丽群谈话时说 按照两个凡事 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也说不通肯定 1976年广大群众 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 合乎情理的问题 这是邓小平的主要目的 邓小平个人他不是要反对毛泽东 他要举到毛泽东大旗的 但是举毛泽东大旗 毛泽东又做过很多对邓小平里面 个人做的政治结论 这些结论要不要推翻呢 那只有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 否定到两个凡事以后就可以推翻了 邓小平这个人是个口是心非的人 他在1947年 在警察纪的他的这个二爷的 这个野战军的干部会议大会上讲话 他自己手推两个凡事 他当时讲凡是我们思想行为和我们要做的事 跟毛主席跟毛泽东跟党中央不一致的 那就是我们的错误 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永远是正确的 你只要按毛主席指示办 你就不会犯错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 这第一个凡事 第二个凡事 凡是地主和农民之间发生争执 凡是在地主和农民之间 我们要选择的话我们一定要站在农民一边 因为这是立场问题 凡是地主一定就是坏的 这是毛主席已经在他自己的著作里面论断的 这毛主席定下来的东西 我们凡是毛主席定下来 我们就要坚决造判 这是邓小平在47年时候 他就提色舞唱过两个凡事 他的两个凡事内容 你看和华国锋他们坚持两个凡事 上面从内容上有区别吗 华国锋两个凡事不就是说 凡是毛主席定下来的这个指示 我们要按毛主席指示办 凡是毛主席已经给我们指明的方向 我们就要按照毛主席的指明的方向去前进 就是一毛主席过去定下来的 按毛主席过去的结论办 第二个毛主席给我们指定今后的方向 我们按毛主席指定今后的方向走 这次就是两个凡事 那邓小平的两个凡事 根本这个有区别吗 没区别 但是邓小平要否定什么 一定要否定 因为有一个毛主席过去定下来的结论 你邓小平显然就是被毛泽东过去定下来的结论 包括叶建英、李先念 都被毛泽东过去定下来的结论 这些人是不可用的 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因此真理标准的讨论 是邓小平使出的杀手锏 他当时还检讨就是说 他还有这个封建思想 因为主席对他有托估 所以他对华国锋一直支持的 他检讨这种思想 叶建英讲的话就是很无耻 既然主席对你托估 你托了吗 既然主席对你要求你 能够辅佐华国锋 继承他的路线你继承了吗 叶建英这个叫离经叛道 不是个好东西 当然了共产党整个这个机器里面 就没有一个人是好东西 每一个人都是恶劣的 我刚才讲这个话 说他不是好东西 是指他个人私人道德 从中国共产党 从共产党党员来讲 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讲 他们的党性就决定了 他们都是凶残的 他们每个都是现实不好 你看整华国锋整得最最起劲的 是邓小平还有胡耀邦是帮凶 而胡耀邦后来就是被薄一波整下去的 而薄一波无论是华国锋还是胡耀邦启用薄一波 都是对薄一波有绝对的恩情的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去说 我们继续谈华国锋的问题 那么邓小平感觉到拿下华国锋的时机成熟了 他开始这个安排了叶剑英 李先念 薄一波 陈云 王震 几个人 命谋好了以后 然后在政治局开会 在这个会出席这个政治局会议上 除了我刚才讲的几个老人之外 有两个年轻一点的政治局委员 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 他们在华人堂里面开会 已经开了一共开了九次 直到1981年 在六月份这个十一大六中全会时候 才正式宣布 华国锋彻底下台 其实在这个之前 半年之内 就已经在华人堂里面 一共开过九次会议 研究华国锋的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面 可以讲刀光剑影 邓小平早就安排胡耀邦 让他走机先锋 那么胡耀邦 他在当时这个情况下 他也是完全充当了 这个邓小平 所赋予他的这个任务 因为邓小平交代 你如果这件事情办得好 那么一定我会推选你 为党中央的第一主席 所以说 在这几次会议上面 这个每一次对华国锋 认为华国锋 在自从担任了这个党政军第一把手以后 对整个国家 这个推动 国家社会进步不利 然后呢 这个坚持两个凡事的思想 同时阻挠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 这讲这些话 人都是没良心的 整个坐在那个台子上面 所有开会的人员里面 除了赵紫阳之外 区域的全部是被打倒的 全部是得到华国锋 同意 重新出来工作的 但是这把人现在开始心事问罪 给华国锋 叫做御驾之罪 何缓无辞啊 这一个桌上 做的这么十几个政治局常委 除了赵紫阳之外 所有的都是被毛泽东曾经打倒的 包括胡耀邦 都是华国锋 在担任最高领导人以后 他同意这些人 才分别出山 或者是分别重新获得政治权利的 叶静英和李先念 虽然没有完全打倒 但是是没有政治权利的 是华国锋 重用了他们以后 他们才有政治权利的 而他们这时候团结成一个帮派 开始整顿华国锋了 胡耀邦当时说 我们都听过华国锋做的解释 和他做的自我批评 他要求中央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华国锋 如果让给他这个改正错误机会 这个成本太大 在这个之前 其实华国锋完全感到一种焦虑 因为他越来越感觉到 所有的人不在听他的 所有人在跟他为难 而且他自己 这个最高领袖的地位 已经除了光管司令 他在内心里面非常焦虑的情况下 他曾经找过吴德 也找过王中兴 吴德是什么人 吴德是在毛泽东去世时候 是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 当时吴德被当作四人帮的 所谓的这个连累的对象被打倒了 要他写检讨 正在查处期间 华国锋找到吴德的时候 曾经跟吴德讲说 你也给我写个检讨吧 像邓小平一样 然后我把你的检讨就算是通过 我安排你出来工作吧 吴德事后有个回忆讲 他当时很感动 觉得华国锋还想着我们 但是他知道华国锋已经自身不保了 所以他跟华国锋讲说 华主席你别惦记着我们这些部下了 我们写不写检讨 出不出来工作不是很重要 你要考虑到你自己现在已经身处险境了 华国锋也找过王中兴 而王中兴他不敢再站住 为什么 王中兴他自己就像我刚才讲 他非常恐惧的 他的血债太多 在毛泽东在任的时候 基本上毛泽东要杀要官 要要整的人 王中兴都是极先锋 因此毛死了以后 王中兴知道一定是有个替罪羊 因为所谓粉碎私人帮 他做了贡献 把江青做了踢嘴羊以后 他自己能够躲过这一劫 现在他跟华国锋继续捆绑 他看出政治形势对他绝对不利 所以邓小平曾经提出叫 王中兴退出中央最高领导人 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待遇的时候 王中兴愉快地接受 立即是享受到政治局委员 然后马上就结假亏钱 从此不再问政治 因为他觉得这样他是善始善终的 如果他继续卷入权力斗争 王中兴他不但掌控不了最高权力 而且他会再一次这个身处险境 再一次回到他曾经的 要做替罪羊的这么一个身份 所以王中兴他没有这一次 他没有再一次支持华国锋 因为他已经没有权力了吧 华国锋可以讲 在兔死湖碑的这种情况下 最终他不得不仓促上阵 去跟这些政治局的常委们去较量 他哪斗得过这帮邓小平这么高的计谋 和王振博一波这些丧失良心的这些 这些党内的党棍呢 那么当胡耀邦不断的逼宫 在政治局常委会开到第九次会议时候 要求华国锋直接提出辞职的时候 华国锋不得不站出来说声 我本人表示辞职 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停止工作 但是难道就是不能等到 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个正式开会批准吗 就是撤 就是把我知误撤掉 也等中央全会批准啊 陈云说什么 陈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 中央政治局有权采取临时性的果断措施 当然如果你愿意跟常委配合的话 那对你有好处对党也是好处 你要看看你自己什么才能得不配位 你有这个能力做党的主席吗 这是陈云讲的话 邓小平直接就是板他面孔跟他讲 如果你主动的积极的离开现任职务 我可以提议政治局 中央六中全会继续选举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选举你做中央的副主席 这个是给你很体面的一次下台 任何国家任何政党是做不到这样的 我们如果你主动我还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这邓小平说这种话 他是用用完全叫逼迫的机会 就你你不要当党的主席 我们给你副主席 大家都知道那个副主席是个摆设 但是邓小平讲这个话说 华国锋已经感觉到完全是身处险境了 因为他如果采取硬抵抗的话 他完全可能走上江青和张春桥的老路 因为给他罗列里面的错误只要任何一条都可以把他送到被告席上 他当年怎么整江青张春桥怎么把他们这个当做私人帮处理的 现在邓小平这个陈云完全也可以用对私人帮的方法对他在华国锋 把他华国锋罗列条一条罪名马上把他这个拘留审他 华国锋也是人啊也有老婆孩子啊也考虑到到这个时候就别谈什么党的最高领导人地位了 先把命保住先保住自己这个最起码生命无忧吧 所以说华国锋他就站起来说是我提出自己 对他提出只有一个人感到意外 谁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许世勇 许世勇他就说为什么 主席定下来的接班人为什么所以许世有极端的不满 陈永贵也表示不满 但是陈永贵的时候作为一个农民副总理 早就被邓小平那么排在权力中心之外了 因此当华国锋他不得不提出他主动辞职的时候 邓小平就给胡耀邦使了个眼色 胡耀邦立即就讲 那么我们现在提大家这个举手表决 在举手表决的时候邓小平自己首先举了手 而且邓小平他这次举手很过分的 他是站起来举手的 他因为大家知道邓小平个子不高 他站起来举着手以后 然后就这样 他眼睛就这样少吃着看 你们几个人 叶建英啊 唯唯参参把他个老手一举 等到叶建英举手以后 陈云 李先念 胡耀邦 赵紫阳 彭真 王正 全部举手 华国锋自己也不得不举举手 当这个时候 胡耀邦就果断宣布 全票通过 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位 那么立即进入下一个议题 谁接任党邓主席 当胡耀邦提出这个话以后 王正就站起来说 我来提小平同志 担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 这个 那么王正提出这个以后 有相当有几个人是复议的 那华国锋呢 总觉得邓小平当这个主席 华国锋完全的心不甘情不远 所以华国锋就说我能不能提议一下 他们说还可以啊你 华国锋意思是我是我是现任主席 你现在就是把我这个主席拿掉 我也最起码有个建议权嘛 后来 那么华国锋讲了这个话以后 邓小平讲说你可以提你可以提 华国锋讲说我提议叶剑英 由叶帅来担任这两个职务 因为叶帅德高望重 无论担任党的主席和军队主席都是合理的 主席在世时候 叶剑英就是被主席任命为军委第一副主席的 所以说我认为叶帅来担任这个这个职位 哪知道叶剑英这个假如老话头 立即就就摆在手上 我坚决不担任 因为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德 我配不上这个党的主席的一个地位 第二个军队军委主席我更不能干 这个我我那时候当军委副主席 是主席在当军委主席的情况下 我辅佐主席 我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现在主席不在了 让我直接当军委副主席 我干不了 因此叶剑英当时就做了推辞 然后叶剑英做了推辞 叶剑英就说我赞成王正的意见 因为王正不是提议邓小平担任吗 邓小平心满意足的连抽了三根烟以后 看了大家把花国锋扁得满脸 脸色涨得通红 花国锋就是退下去也很狼狈 他提议还是很狼狈 因为在座的这八九个常委 没有一个人把花国锋当回事 那么这时候邓小平 得一洋洋站起来就说 我讲几句 邓小平就说是 如果我再不讲大家就认为我 我一直太过于谦虚了 所以说呢我必须要表个态 邓小平就说我呢担任这个党的主席这个职务呢 是不合适的 他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 我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批评华国锋 一直认为华国锋担任党的主席 军委主席不合适 我一直认为华国锋应该辞掉这个职务 那么我把我叫华国锋辞掉这个职务 不是为了我来当党主席 我把它搞掉让我上 这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他说我这个人没有野心 过去没有 主席在时候我就没有 我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也没有野心 今后我也没有 邓小平把自己总是摘得很干净的 他说没有 他说那么 我没有这个野心 再说我年龄也大了 你们继续选我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 我能做几天呢啊因为我在上一讲里面 在前一次讲到中共太子党里面的安排时候 我就说过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 他准确的看到毛泽东搞终身制最后的结果 就是毛泽东选拔的任何一个接班人 都是被毛泽东最后打上篡党作权的野心家 所有的接班人最终都变成了跟毛泽东作对的人 所以邓小平很清楚 他继续搞终身制是搞不下去的 而且中央的这帮老臣在这个时候 邓小平的权威 他完全搭不到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邓小平只是一个相对权威 所以他要想搞这个终身制是不可能的 既然他当不了几天党的主席 他干嘛当这个主席 我不如当太上皇 我让你们当儿皇帝 我只定谁当党的主席谁就来当 而你这个党主席向我汇报 就变成我这个太上皇可以是终身制 所以邓小平他很清楚 他的政治安排就是这么安排的 他在那次会议之前 他就想好了 让胡耀邦当主席自己不当 因为他知道这一次倒华的过程中 胡耀邦是先锋 而胡耀邦那个先锋怎么起的作用呢 那关键是我我邓小平 叶剑英还有陈云 在背后给了你的力量 所以把你冲在前台吧 因此邓小平提出 我认为党的主席要选拔一个年轻人 我们现在都太老了 这七八十岁了 我们就选拔一个现在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 所以我提议邀邦统治担任 那么他提议邀邦的时候 全场都通过了 那么作为华国锋 对胡耀邦也不反感 因为胡耀邦作为华国锋 在最初接掌中共高层权力的时候 胡耀邦是辅佐华国锋 做了很多大量具体工作的 在工作的过程中 华国锋绝对感到胡耀邦这个人 做事是踏实的 所以说对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负责整个干部的平反工作 华国锋给予充分信任的 当然了到了这个要华国锋下台的时候 这时候华国锋他赞成谁不赞成谁 他的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没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 所以在这个中央的这一次 十一大六中全会上 在1989年六 在1981年六月份 十一届六大全会上面 那么中央的公报就变成了 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 但是邓小平他果断的自己当了军委主席 他没有把军委主席 让胡耀邦一尖条 而是华国锋卸任的党的主席 和军委主席的两个位置 把党主席让胡耀邦接任 自己个人接任了军委主席 他太知道了 把住军权就把控了所有的政权 再一个要当太上皇是控制什么 首先控制枪杆子吧 把军队的所有人安排成自己的人以后 不怕你这个党的主席不听话 历史也就这么发展的 后来我们看到了邓小平搞倒了胡耀邦 搞倒了赵紫阳 甚至他有一次想拿掉江泽民 不就是因为他一直有军委主席这个地位 和他在军队里面已经早已掌握了牢牢把控了军队高层的势力 军队的所有人都倒向他 所以即使是邓小平在六四血腥涂鸦屠杀之后 他仍然能够在中共扮演政治第一老人的地位 这就跟他当年接掌这个军委主席的地位有绝对的关系 华国锋从那一次以后就彻底的离开了中央的政治舞台 在华国锋被决定解职和到中央正式公布之间有半年 在这个半年期间 华国锋在最后一次开这个六中全会的前一个礼拜 还被安排要接见外宾 那次华国锋本来非常不想去了 但是为了顾全大局 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过 华国锋这个人钟鹤老师 平易近人 对所有的人尊敬 他为了这个尊重大家 仍然去接待了这个外宾 主要是为了完成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任务 他知道明天开会自己就下台了 1981年2月4日 是中国农历纪年的除夕 这一天对一般人或许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春节 但对华国锋却是毕生难忘的 他在即将辞职而未辞职的特殊背景下 出带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国宴 以中央主席身份 宴请越南前中央领导人黄文欢 他原本不愿露面 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 最后还是答应的 让华国锋感动的是 就是在这最后的国宴上 国宴厨师知道他即将辞职 特地做了一道他平常最喜爱吃的煎鸡蛋 因为这煎鸡蛋不同于一般 是在去掉蛋黄之后煎炸的 宴会结束后 华国锋送走了黄文欢 特意回来与招待员厨师一一握手 说了声 同志们的情我领啊 所以他在接见这个外宾的时候 由于那个厨师已经知道了华国锋 那是中央高层内部都已经知道了 包括服务人员都知道了 华国锋明天就要下台了 那个厨师特意给华国锋炒了一盆 华国锋最喜欢吃的炒鸡蛋 华国锋吃完那片炒鸡蛋以后 他对工作人员能想到他 他心里面很感动 他在送走了外宾以后 又专门回到厨房 跟所有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握手 这个华国锋很深情地告诉大家 很感激大家这么多年 对华主席的个人的生活上的招呼 华国锋这个人 个人生活简朴平易近人 对谁都很尊重 没有私心 没有野心 不贪财 不贪色 说实话 华国锋这个人 他作为中国人传统的一种道德品质 是非常优良的 但是他不是一个搞政治的料 他在政治斗争中太没有魔力了 他的老师 恰好是他自己在政治上缺乏智慧 所以他被邓小平他们这帮这帮阴谋诡计的老臣差点玩死 就这个道理 在这个之后 华国锋从党的第十二大到党的第十五大 每一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 尤其在第十五大时候 华国锋年龄已经很大了 在那一次选拔为中央委员时候 华国锋是全票当选 全场没有一个人票 没有投他 当大屏幕告诉他唯一一个全票当选的是华国锋时候 全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 这说明大家心里面是想到华国锋的 大家尊敬华国锋 知道华国锋为中国 华国锋作为一个人来讲 他个人的品德是高尚的 1982年9月十二大后 华国锋连任十二届 十三届 十四届 十五届中央委员 特别是在十五大上 当华国锋以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时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那么有人讲华国锋是不是没有过时 肯定有过时 华国锋过时 在他毛泽东执政的时候 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去做的各种过时 我就不去谈了 因为呢 这是他属于执行毛泽东的路线 他不可能不犯的错 但是 在华国锋制掌党政军大权以后 他有没有过时呢 他有两个明显错 我也简单提一下 第一个是在77年时候 华国锋有一次在军委座谈会上面 突然讲南京军区司令员定胜 说定胜呢 跟四人帮走得很近 在四人帮中央已经决定审查以后 仍然有四人帮的爪牙 跟丁胜走得很近 他这个话讲过以后 就把别人认为 丁胜是属于四人帮第一派 其实定胜这个人 跟四人帮没有往来 定胜过去的语言 对四人帮是对抗的 但是华国锋讲了这个话以后 定胜遭到撤职抄家被关押了两年 而且儿女都被赶出军区大院 最后在这个80年审判林彪江青 这个两个这个反革命主犯集团的时候 定胜他的名字是列在里面 但他不算主犯 也没有出庭 到了82年时候 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给他有一个免于起诉 但是仍然定了他的罪名 就是免于起诉不定罪 那么本来定胜是一个跟四人帮没有什么渊源 从他的言语上又跟四人帮完全格格不入的人 因为华国锋这一句话 把定胜就打到了历史的渊语中 对定胜是不公平的 这是第一件事 这个我们在我们南京都知道 因为定胜当时被抓手就是我们南京的司令员 那么华国锋另外一个过时 就是在77年78年这个那个时候在华国锋坚持毛泽东思想路线时候 对很多这个言论上面有反对毛泽东 以及言论上面有这个有这个民主意识的一些人 华国锋是要求快判快杀 所以我们知道就像李九年这一类的人都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在华国锋的命令下这些人可以经过各省的审判给予这个杀头的 死掉杀掉了几十个这些几十个都是因言犯罪因言论犯罪 也就华国锋在毛泽东死了以后 窃掌党政军大权以后 他并没有把这个因为这个思想或者言论的这件事情当做这个就是吧 因为应该应该是对言论不再执罪吧 即使是执罪也不应该再执行死刑吧 像李九年这样的追求思想追求自由追求光明的人 在华国锋的这个掌权期间被这个下令屠杀的 所以这对于华国锋来讲是历史应当当担当的责任 今天华国锋的这个故事作为建政和中共总理系列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